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还有很多和AI相关的各种衍生的扩展 很多人类对AI的想象和拓展出来的艺术创作 比如说《多拉A梦》 《银翼天使》《黑客帝国》这样的作品 太多了 最后呢 展览上也展示了 很多当下出现的AI的实际应用 比如说你可以和AI聊天 比如它的面目识别的这些游戏 还有智能玩具等等 一方面是展示 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反思 这AI的发展当中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社会学上的问题 还有很多伦理学上的问题 这些问题就要等到大家自己去看展览的时候 去自己体会了 这个展览当中有好多互动类的装置都非常有意思 不过我觉得最酷炫的是两下东西 一个就是被阿兰图灵他们破解的 那个德国英格玛密码机 围绕这个密码机有好多的故事 这个密码机特别精致 它不是电子产品 是纯机械的 都是靠齿轮转子来代工运作的 结构相当的复杂 也是代表了当时德国的最高的科技和工艺水平 当时德国人相信自己研发的这个密码机 是不可能被破解的 但是后来就被啪啪的打脸 嗷嗷的疼 关于破解英格玛密码机的故事 在很多电影当中都有提到 其中1941年的时候 英国海军捕获了一个德国的潜艇 U110 获得了英格玛的密码机和密码本 在2000年的时候 美国的一个电影叫U571 就是以这个事为蓝本创作的 但电影里面描写的时候 就把英国人换成是美国人缴获了一台英格玛密码机 但历史上是英国人最早获得了德国的密码机 2014年卷幅主演的电影《模拟游戏》当中 也描写了英国的数学家阿兰图灵 是怎么通过电脑破解了英格玛密码的故事 这次展览呢也把当时电影里面那台电脑的道具给搬来了 让大家能够一窥那台叫做炸弹的电脑的风采 但其实啊 这个破解德军密码的故事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要比电影当中复杂多了 英国的海军法国情报部门以及波兰人 波兰的很多数学家都有参与到这个破解密码的过程当中 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据说啊当时破解了德军密码之后 这个丘吉尔知道德国人要轰炸烤文锤 为了不让德国人发现盟军已经破解了他们的密码 所以就牺牲了烤文锤 虽然好多人说这是阴谋论 没有实锤的证据 但英国人从那之后呢就有一句谚语 就是送他去烤文锤 意思就是送人去死的意思 盟军破解了英格玛密码 可以说是加速了法基斯的灭亡 在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这个展览上能看到这么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展品 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 另外一件展览当中的神级展品 这个知道的人可能不是很多 就是这个东西 展览里面呢这个位置给的也是挺边缘化 不过这个东西特别厉害 这件展品呢看上去就是一个挺复杂的机器 给人一种不明觉厉的感觉 今天呢就给大家好好说说这件神器 看看这个东西它为什么那么牛 这个东西的名字呢叫做分析机引擎 是英国发明家查尔斯巴贝奇设计的 名字叫巴贝奇 展出的呢这是他小儿子亨利巴贝奇完成的他作品的一小部分 先咱们先说说巴贝奇哈 这是一个富二代 他爸爸是开银行 花钱给他找好老师上好学校 他自己呢也很争气 后来进了剑桥学习数学 成为了一位数学家 而且啊他25岁的时候就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后来呢还担任过剑桥大学的卢卡斯数学教授 这个职位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职位 好多的大牛都担任过这个职位 比如说我一说两个你肯定都知道 一个是牛顿 一个是霍金 都担任过这个教授的席位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哥们呢也是一个大牛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分析机引擎呢 因为巴贝奇这个人脾气不是很好 当时候做数学计算呢 为了加速这个计算的过程 经常用查表的方式 但是啊这些表里啊 这些数学用表里面很多的计算错误 因为这些数学表里的计算呢 都是由当时的这个computer 那个时候的computer不是计算机啊 是做计算的人 只要是人算那肯定保不齐就有错啊 而且人算完了这个排版啊印刷啊 每个有人参加的环节当中都有可能出现错误 那这种错误出现在这些表格当中 那依靠这些表格再计算出来的数学计算 就很大的问题 这就让巴贝奇非常郁闷 于是乎他就打算做这么一个没有错误的数学用表 同时呢因为当时的维多利亚时期啊 人们处在这个工业大革命的工业革命的浪潮当中 人们相信机械的力量可以解决一切人工带来的这些问题啊 巴贝奇也不例外 他就决定打造一台机器可以呢输入指令以后自动完成计算 并将计算的结果打印出来实现计算和输出的自动化 于是从1822年到1832年十年间 他开始设计和制作一台叫做X分引擎一号机这么一个东西 开始呢是英国政府出钱啊 后来呢大名鼎鼎的打败过拿破仑的这个惠灵顿公爵啊 也是当时的英国首相 看了他做的模型觉得不错 追加投资又给钱继续弄 当时预计啊 整个X分机 X分机一号机做出来的时候 应该有25000个零件 重15吨 由于这个设计非常超前 所以当时这个工艺加工水平啊 做这些精密零件非常困难 而且巴贝奇这个人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一边不断在完善自己的设计吧 他一边改 反正种种吧 就导致这个项目的预算严重超值 所以用了十年 他只做出来这个机器的七分之一 虽然做出来的部分啊运转很良好 计算结果也非常精确 但是这个项目很难持续下去 因为怎么说呢 巴贝奇是个很好的设计师 非常好的工程师 但他这个处理人际关系啊 或者处理这个政府关系啊 就不太擅长 所以呢 后来英国政府觉得这方面投入太大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才能做出来 就不给钱了 他和他合作的这个工程师工匠啊 也因为他老改这个设计 就不高兴了 都辞职了 这个可以理解啊 你现在找平面设计 你老让他改 他也不愿意干 所以呢 到最后这插分机一号机 也一直没有做完 英国政府呢 倒会来一算账啊 赔了多少钱 赔了17500英镑 还好吧 也不是特别多 但当时啊 这个1万多英镑啊 相当于可以买22个火车头 这也算是天价了 他做这个插分机失败这个事吧 我觉得对巴贝奇来说 其实是个好事 天天和英国政府打交道啊 或者是天天跟这些姑娘扯皮 这内耗 让他身心疲惫 他其实最擅长的是做设计 所以呢 后来没人烦他了 他就开始专心研究自己的这个机器做设计 1834年的时候 他设计出了一个更优的机器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开始那个分析引擎 这个机器啊 成为了 他分成了计算单元和储存单元啊 这个计算单元不仅内建了这个四则运算啊 你还可以通过这个打指卡这个方式输入不同的运算方程 甚至啊可以进行逻辑运算 运算以后还可以选择你是打印啊打卡呀 或者是绘图的形式来输出 哎 听着是不是特别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计算机 所以啊 巴贝奇设计这个分析机引擎 其实就是最早的一台可以编程的计算机 只不过他不用变啊 因此 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这巴贝奇 与晚他100多年的这个图灵和冯诺依曼这些人 就被视为了是现代计算机之父 很可惜哈 当时的巴贝奇不太会忽悠 你要是放现在哈 你加入一些什么区块链的概念哈 忽悠几个投资人 那样的话 估计我们的信息时代能够提前100年到来 啊 同样因为慧眼不识诸 让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 与信息革命失之交臂 啊再说个八卦 当时呢 有一位传奇一般的女数学家啊 为了巴贝奇设计的这个分析机呢 也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她呢就是大诗人拜伦的女儿 挨打 啊 她当时给巴贝奇啊 翻译了一个意大利数学家 叫什么 Lugin Madunbra的这个作品 名字可能念的不对啊 这哥们呢 后来成了意大利的首相 翻译了 还不算完 他还附上了自己的七篇阅读笔记 这笔记呢 比原文都长 在他这个笔记里他就提出啊 计算机不仅仅可以用作计算 他是意识到计算机潜力的可谓第一人 而且啊 也是他设计出了第一段这个分析机的算法 是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 所以说全世界这个程序员的祖师爷 其实就是这位美女 以后啊 再有什么bug解决不了 你就弄一个挨打的画像挂墙上 然后多拜一拜 这问题就解决了啊 另外啊 如果要有小伙伴有2015年以后版本的英国护照 你可以翻开来看一看 第三十到三十一二啊 就会有惊喜 这护照的背景就是他们俩 但是很可惜 这个分析机呢 在一九一零年由八倍齐的儿子啊 好不容易完成了一部分 但后来呢 就很快被人给遗忘了 直到一九三零年四十年 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时候 科学家们开始重新设计制造电脑的时候 又走了一遍这个八倍齐的老路 但是最终的这个思路啊 整个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 却和八倍齐一百多年前设计出来的版本 基本一样 那八倍齐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吗 哎 并没有 到1985年的时候啊 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 决定把这个1849年八倍齐设计的 插分机二号机 就是更先进的一个机器 因为当时因为找不到投资人 他没把它做出来 所以呢 这个科学博物馆就说 我到底看看能不能把这东西做出来 能不能像他描述的那样 有这种逆天的操作 于是呢 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克服了种种困难 花费了六年的时间 在1991年的时候给做出来 这东西啊 三米多长 两米多高 很壮观 当时这机器一开始运作 就征服了所有人 真的是美轮美奔 这一组组织的 《D.E.2》 《D.E.2》 在我看来 这就是一台将数学之美 机械之美 以及艺术之美 完美结合的一件作品 堪称神作 这台机器呢 现在有两台 一台在英国伦敦的科学博物馆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过去摩拜一下 从2010年开始 英国的一些学者呢 又发起了一个叫做 Project 28 对 叫做28号项目的这么一个众筹 希望呢 通过这个 大家捐点钱 来研究巴贝奇的手稿设计图 来将巴贝奇设计的 但没能造出来的分析机 给做出来 这个过程呢 也是非常的困难啊 他们希望是在巴贝奇去世 150周年的时候 能把这东西拿出来和大家见面 也就是2021年啊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的这期内容呢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转发支持我们 如果不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哪里可以改进 好了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我们下期再见